畢業 你好嗎 兩樣的小朋友 手拉手 期待你再回來 高二沒有說 浮出水面重新上片 再槓連千億 5月5號直球對決 我連千億如果今天站不住腳 我今天不會站在這邊 不過這個叫小 你跟他出來 跟我面對面辯論 你又假如不要出來 高二真的又出來了 正當吃瓜群眾準備收板凳 以為幕後大哥出手 連千億的NFT爭議就此告終 原本那在4月28號被消失的影片 連千億啥都不是 又在今天浮出水面重新上架了 那我原本是想說 連千億看到影片之後 如果視像一點 私下約我們來處理 由我這邊趙公親 協助受害者投的公道 那這樣事情有個完美的結束 不過你們自己看 連千億是怎麼回應受害者 明天中午12點前 明天中午12點前來 來這邊把他封鎖 這個把他封鎖 這個把他封鎖 在做這個影片 都在斷章區 在做這種虛擬 貨幣也好 或是說NFT 或是說買骨跳 這大家要感受一下 你們會瞭解 就像我連線今天 買一張未上市的骨跳 即使它成為一張壁紙 我都不能去說什麼 為什麼 這是我自己心甘絕完的 我開心甘完美 他在標題上下那麼爽動 就是要引導觀眾 跟社會群眾先入圍圖 讓別人覺得說 他講的就是真的 重新上架的影片 商量了開頭的嗆聲內容 林千億 林千億 把人身攻擊的部分拿掉後 保留針對事實 針對事件本身的部分 不過其實昨天就能上了啦 我就是故意拖一天 之後再來打臉才會比就痛 喔 原來是讓子彈飛 玩 勾二表示還是會直球對決 5又5號會來的兄弟姊妹們 幫我把影片分享出去 綁高調 社會公道博 衝不向任何人低頭 同台當天 我這邊會帶便衣跟律師陪頭 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現在才有任何狀況 我會請管局一線刑犯逮捕 勾二有本事 處理黑幫買通調查局這種事件 並且請新任的調查局局長延辦 就連陣風都出動 所以林千億啊 你去招呼一下 就會知道你惹錯人的啊 上架影片後 狗二也發文表示 明明跟別人約好要變亂的時間了 結果約一約 卻自己跑去提購對方 然後啊 將媒體輿論打死報道 到底是在急什麼 到底是在怕什麼咧 目前刑事局已通報新北市 台中市高雄市警察局等機關密切搜證 據悉新北市警方已告誡連千億 要求他既然已經對狗二提告 就不要採取暴力手段 而連千億的大哥謝玉全 也向台中警方強調不會介入此事 千億欺騙消費者 答應過可以換車換錶的NFT 卻直接返回不認帳的真實事件 完全沒有信務媒體敢報導 我這裡有幾支全新的 PP百達菲力 我會給大家就是用NFT 連千NFT來換 能夠了解嗎 現金我不接受 那如果你有20張咧 可以換一隻勞力士 換一隻百達菲力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換百達菲力 別在那邊亂講話 在那邊亂講話我會封鎖你 我跟你講 腳踏實地 規規矩矩 divorce 你跟你有20張咧 您的作詞 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 可以說 我隆地 你這個人 你不要